全世界都继续在New Normal里 迎接下半年 首当其冲的是教学上学这件事 对于很多有幼龄儿童的家庭 一定头痛至极 因为那么年纪小的孩子 怎么能够远距教学教什么呢 可是就是有人另外想出办法 另外美国有一家音乐技术公司 推出的APP钢琴教学 发起了免费线上课程 没有想到一口气可以集结7000多人 变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一场演奏会 用英文字母代表音符位置 搭配实际弹奏画面 扎实教学弹钢琴 不是梦想 透过旋律 这是美国创作歌手 乔徐葛罗班的名曲 你鼓舞了我 透过手机APP教学 是美国音乐学习技术公司 Playground Sessions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 发起的学情活动 没想到反应相当热烈 不分年龄 男女老少都在钢琴前 认真弹出每一个情节 音乐就是大家的共同语言 对参与者来说 疫情中的苦闷 能透过音乐和其他人建立联系 是不一样的感动 它给大家重点在疫情中的疫情中 完全离开了疫情中 这种更正的事 Playground Sessions 是由知名音乐制作人 Krissy Jones共同创立 这位曾在80年代 替流行院天王Michael Jackson 制作多张金唱片的灵魂教父 在疫情中将音乐推往更高境界 漂浮钢琴伴随湖光山色 以18世纪古堡作为背景 谁说疫情中就不能享受音乐会 法国表演剧团胡上钢琴 因为疫情取消两场巡回 在政府宣布解封后决定付出 民众也相当捧场 就算得戴着口罩观赏也很值得 疫情还没结束前 人们的生活恐怕是回不去了 但谁说不能找点乐子呢 墨西哥咖啡厅想出的点子 将大型泰迪熊玩偶放在座位区中间 巧妙地隔出社交空间 却拉近与客人之间新的距离 墨西哥疫情尚未退烧 对商家来说 这意味着顾客 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会上门 店员全程戴着口罩 看不到的亲切微笑 就让泰迪熊来代替 老师细心指导 孩子将乐高积木一块块瓶装 但仔细一瞧 两人中间隔着塑胶板 防疫生活中相当难突破的幼教部分 印尼创新推出透明盒子游戏区 让孩子能尽情玩乐 家长也能放心 更重要的是能够专心回到工作岗位 谈性的教学让家长视自身情况 决定如何让孩子学习 谁说小小孩就不能用网路上课呢 老师唱跳间距 孩子的眼神像磁铁一样紧盯一幕 无论教育还是娱乐 大人或是小孩 我们的生活在疫情中被迫改变 各界持续努力想出变通办法 新生活常态已经开始 TVBS新闻综合报道